哈喽大家 今天是我的最后一集包包合集 也就是我最最小众的那些包包们 我打包票不可能有人见过我今天所有的包 因为我的包真的是鸡脚嘎啦的小众款 绝对不大炉火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先来介绍第一个最有可能大家见过的包是MCM的 这款包叫什么 我有点忘记了 这款包最有名的是他们的单肩包 并且出过很多配色 那我这款其实长得很低调 它是一款双肩包 这个在我的双肩包合集里面大家也见过了吧 其实它除了这样子双肩的功能呢 这个肩带也可以用做单肩杯 所以这个包当时我买了蛮喜欢的 我还是打了对折 买的好像只有400多美金的样子 那把肩带一个扣从下面调上去呢 它就是一个单肩杯的包 我觉得这只包单肩杯双肩杯 它都不违和都挺好看的 那包的容量大家也看到了 在我这绝对算一个中型的包了 其实它长得挺像Kelly的对吧 这就是我买过唯一一个Kelly的平价替代款 而且就是我想要的白色 但是老实说这种400多块钱 就算我拥有了真正的Kelly以后 它也不算特别饥乐 因为它还有双肩包的功能 是Kelly做不到的 所以这只包依然是我现在常用的包 而且这一只包由于不贵 我觉得买白色我也不是很心疼 因为它后面其实被牛仔裤染过色 老实说反正在后面这包也不贵 我觉得我也不会太在意它 所以这只MCM其实我买了还挺喜欢的 因为它很实用就利用率很高 并且知道MCM这款双肩包的人 就没有知道那款单肩包的人那么多 它算比较不出名的一只了 但是在我今天里面 它绝对是最出名的一只了 我的第二只包其实也是在我搭配里出现过的 但是也没有人问 其实我的很多款已经在我搭配里都出现过了 只有一只被人问过 其他都没有人问 我好伤心 但是我好喜欢我的这些乱七八糟的鸡脚嘎拉款 这只包呢是我在佛罗伦萨买的 他们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手工包 反正就是佛罗伦萨街上很多很多卖皮具的包 很多就很一般都是外面很大陆的款式 唯独这一只包我觉得非常特别 这个造型拎在街上从来没有撞过包 但是上街真的很多人问这只包 我记得价格也不贵 应该是不到300欧元的样子 而且它可以背 他们里面有配了这样一根肩带 肩带的长度是做死的 但是却正好是我喜欢的那种倒腰的长度 这只包的里面呢配的是那种英伦格子的感觉 最常好笑的是包里带了一个灯 这个灯质量蛮好的 你们看到现在都还能打开 它给你带个灯的原因呢就是晚上你找不到包里东西 你就可以把灯打开 然后你就可以看清你包里有什么东西了 这个设计我只在这只包上见过 从来没有在其他包上见过这么好笑的设计 这只包我是14年买的了 所以它到现在还有电也是蛮神奇的 说明他们电池质量也不错 包包容量其实也不算小 因为它非常长 三个保温杯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只包其实我很喜欢 而且在我拥有那只Kelly双肩包之前 这是我唯一一个棕色的包 所以我需要用到棕色搭配的时候都是用的这只包 如果想买这只包的同学的话就是去佛罗伦赛的那种大街上PG店里 很多很多店都有这只包 下一只也是之前陪我征战过欧洲的一只包 因为它是一只双面包 它两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样子 就感觉自己带两只包 我真的是把它当作两只包的作用在搭配的 这样子就出去旅游嘛 可以少带一只包的感觉了 这只包还有一点设计呢 是它配了两根肩带 一短一长 而且它的肩带是通过这边两个孔塞进去的 肩带打洞也打了非常多个 也就是你的调节范围其实还挺大的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短肩带是什么样的 这个洞穿进去以后呢 下面有一个扭扣 你想要什么长度 你就把它扣进去就好了 这个呢就是短的手提带的效果 你自己想要调什么长度都行 缺点呢就是会有一排洞露在外面 不是那么好看 但是我觉得它当一个手提包也非常可爱 这样子的话 当你出去旅游需要晚上吃饭的时候 觉得背一个单肩包有点不够隆重 你就可以拿短肩带出来 就当做一个手拿包的样子就可以提出去了 另外呢就是他们还配了这样一根长肩带 长肩带跟短肩带同时都是双面色的 就是你的包买的是哪两种配色 它的肩带就会是相应的配色 这样子的话 你的肩带在背的时候 还可以翻两面不同的颜色来搭配 另外他们包里的卯钉其实是有两个位置的 另外一个位置更低就是专门给你搭长肩带 要多塞进去一截的时候用 那长肩带装上就是这样子的 肉眼可见 这也是一个我喜欢的长度 这只包是不是还挺特别的 反正两面就像两个样子的一样 我买的应该是他们的小号 1500多人民币左右吧 我觉得这只包的设计还是挺可爱的 老实说皮质呢 用的就是Prada的那种十字纹的皮质 但是还蛮硬的 不过它的开盖方式非常简单 这边有圆的吸铁扣在这里 所以就这样子搭上就好了 装东西反正也蛮好装的 总共有两个空间 而且每个空间里面都有一个内袋 那白色这一面打开里面的内袋呢 做的就是红色 红色这一面打开 它的内袋做的就是白色 我觉得他们的小细节做的还是蛮不错的 那这只包的品牌呢 叫Baxer 应该是国内一个设计师品牌 淘宝有旗舰店 在上海好像也是有实体店的 我是在淘宝店里买的 配色有非常多种 当时因为我自己很少很少有红色的包 所以我就选了这样一个红白的配色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这个打结的一面 但是当我出去旅游的时候 我真的发现两个颜色特别特别好搭配 可以配你很多很多的衣服 所以这一只包 我觉得买的也是蛮值的 就像一只包的钱 买了两只包的感觉 下一只包呢 也是一个国产设计师品牌 同样是在淘宝上买的 是一个发财包 这是一个发财的麻将的形状 我觉得非常好玩 就过年我很喜欢背这个包 就过年嘛 大家都喜欢背红色的包 但是我可能思路有点奇怪 我就喜欢背这只绿色的包 因为它是一只发财麻将包 出去搓麻将一定要背这只呀 这只包的里面结构呢就很简单 一个空间加上这样一个小口袋 但是它的亮点除了是一个发财麻将包之外呢 它的肩带有非常多的背法 肩带是由这样一段皮和两根链条 拼接组成的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有多少种背法 如果就像我普通这样装的话 它就是一个胸包的样子 我一般会背在这边 觉得拿东西什么都挺方便的 它背后的这个穿过的孔 除了可以竖穿以外呢 还可以横穿 当你横穿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腰包的样子 然后就这样可以绑在腰上 而且它们的链条扣呢 是这样一个S型的 就等于说两边都可以扣 你可以拿一边去扣这个包扣 那如果腰没有那么粗的同学呢 你可以拿另一头呢 去根据你的腰粗细 去扣它其中一个环 所以它其实调节的空间非常大 可以适合任何的腰围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当腰包背 稍微有点大 把一个发财麻将背在腰上 就真的像那种穿大金链条的大树背的感觉了 另外还有一种背反而 就是它在两边也是有扣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袋子扣在两边的地方 就像这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当作单肩斜胯的包 根据你自己长度来调节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是一个斜跨的麻将包 所以我觉得这个包真的超级可爱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款小中包 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在街上装过包 就不要说在国外了 在回国的路上 我也从来没见别人背过这个包 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设计 那下一款包呢 就是在我的搭配中出现过非常平价的一款 但是这一只包就有很多同学问过 大家可以猜出这只包多少钱吗 它应该是我报过于数与数二的便宜了 人民币只有120多块钱 好像品牌那是GU 就是优衣库的副牌 副牌顾名思义就是比优衣库更便宜 那国内小伙伴肯定对这个品牌是很熟悉的了 我觉得GU的东西也是基础单品 然后价格比优衣库更友好 我就是有一天闲逛着GU的时候看到这只包 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啊 120块钱我有什么好犹豫的那就拿下呗 而且我使用频率很高 就是不带娃的日子 冬天随便这样套一下就能出门了 因为在之前说Dior的那只包包开箱的时候提到 我冬天觉得套一个斜胯包进去 其实是挺累的一件事 而冬天拎这种手拿包其实很方便 而且它可以冬天来拎这个毛毛的袋子 夏天来拎这个金属的环我觉得都很舒服 这只包的缺点呢是它装不进手机 那其他零零碎碎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Givanshi以前出过这样一个三角包 而且我看中的是一只全黑的毛毛的 但是感觉还不怎么便宜 有人在路上认出过这只包是什么牌子的 就说明很少会有人去关注Givu的包 我觉得蛮保证的 其实我没有在Givu逗到过其他好看的包了 唯独这一只我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最后呢是两个高阶品牌的胸包 这只是Yua出的 我记得打完这只要59块钱 好像特别特别便宜 应该是我所有的包里最便宜的一只了 但是我很喜欢这个黄色很特别 然后它们很有趣的是直接把这个商标坐在外面 我就觉得很有特点 这个应该是设计吧 不会有人去剪掉它吧 我觉得把这个商标如果剪掉了 这只包就很普通了 没有任何特色的感觉了 那商标挂着就很有个性 我就非常喜欢 反正59块钱人家挑什么 我觉得这么好看一个包 它在我的搭配中其实也出现过 然后下半部是那种带了一层防水的 上半部就是很普通的尼龙的 基本上这个包应该不太会怕水吧 反正59块钱的包背出去淋了雨 我也不心疼 反正功能上的话就是前面一个小拉链 后面一个大拉链 这种小的胸包其实很实用 它可以装得进手机 可以装得进我补装的那些杂七大八东西 还是挺能装的 所以这只包其实我也很喜欢 我今天的小重包 我基本上每一只都很喜欢 我觉得比我少一级那种半吊子大排包 要来的更喜欢 喜欢的多 那它的缺点呢 就是这个袋子调节的时候非常非常滑 有时候我把它调的很小的话 就会露出很大一节袋子 不太容易固定住 就这边滑动的还挺厉害的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啦 我觉得这只包背起来还是很时髦 很可爱的呀 那我最后一只小重包呢 是一只Sara的男包 也是那阵子很喜欢腰包 然后看到他们这一只男包 我觉得挺好看的 就把它买了二十几块钱美金吧 然后也很能装 这个腰包比前面 鱼外的那只还要大一点 反正就我的日常是什么都装得下 里面一个隔层 后面还有一个给你穿耳机线 我现在都用AirPods也不太key 这种功能了 最后它可以在这边地方挂个娃娃什么的 反正就很好背 其实冬天我除了喜欢背双肩包以外 我还喜欢背这种腰包 因为腰包有一个优点 基本上都是可以打开的 所以它对羽绒服的穿脱来说 可以稍微省点力气 不像单肩包脱起来那么累 这个男士腰包我是没办法当腰包背的 对我来说这个一圈的维度 直接就掉到地上去了 所以我就是单纯把它当胸包背 我觉得很时髦啊 这包挺好看的 就是简简单单很干净 那今天我的小众包都介绍完了 那介绍完这些小众包之后呢 我所有的包都跟大家掏完了 最后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我是如何收纳这些包的呢 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之后给大家介绍我的包柜 并且可以跟我一起复习一遍 我有一些什么包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